你的常見 我比較大開眼界部份 應該是在 那個酒莊之後 因為其實我是男後人嘛 然後我們水裡那邊 其實他會釀那個梅子酒 因為我們那邊有梅子 太多了 從心意出來的 所以他也是因為太多產 去把它弄梅漸 梅子酒 沒吃蛋糕什麼的 就弄很多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是來到東四這邊 等於好像看到同一種做法 本人對於那個 早上我們去逛土太市場之後 感覺比較有興趣 因為他就是 呃... 東四正能會在分... 最後水果在分解的部分 但因為我之前也有去 看過車程的... 車程的那個人 送他們的分解部分 然後我覺得 就成如那個 今天早上那個主人講的一樣 他們做的很成功 因為... 呃... 在我印象裡面 車程的那個農會 他們做的那個分解場 他大概一年就只有工作 一個月 幾多一個月 一個月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其他全都在荒芜的狀態 因為他們整個車程 車程的地區他們的 沒有辦法 他們完全都是幾乎大分的 都是在做洋霜的部分 對 所以 一旦就是如果遭遇到一些問題 因為之前 呃... 之前 應該是三年前吧 四年前有 有發生過這個洋蔥種子 的問題 對不對 然後導致很嚴重的農民 全都是賠錢的 那... 呃... 因為外銷這塊他覺得是很有信心 因為這取代性很低 就算基礎性給東南亞 現在也知道 也不會怎樣 畢竟是我們這邊有2-round 氣候的就是 而不是大陸那種原價的 你一直可以跟我們拚 消價小金子的這樣子 所以相對的我覺得農民要撐住 不能因為價格太低或幹嘛就放棄這塊 因為台灣已經很多東西都被國外 copy掉了 不要說製造業 很多都是都被慢慢被大家取代 所以要跟你們台灣最基本的 最重要的就是 因為他生產就是最... 雖然最簡單但是也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農民需要大家的支持 而不是只是來站在椅子好玩 這樣就好玩 希望讓大家... 讓大家知道這塊產業是很重要的 我跟大家補充一下 就是我幾年前有去南投酒廠 就是跟他們工會有一些交流 就是921的前後這樣子 那南投酒廠 他們這個酒廠是公賣局系統裡面的一個廠 然後是公賣局唯一的水果酒廠 那他們當時為什麼會成立這個南投酒廠 在民國66年的時候 其實原因就很簡單 就是就像剛才講到那個就是 種太多的問題 就是種太多的導致賣不掉 那像椅子或者是他可能都要排風的這個問題 所以那時候就是在當時行政院的指示之下 就是南投酒廠原本他的成立的目的 是為了要解決這些問題 就是當農產品太多 然後賣不掉 然後產生價格暴跌的時候 就政府收購 然後就是叫賣局收購 然後馬上去念酒 所以他們在早期就念很多 還蠻奇怪的酒 就是比如說荔枝酒 香蕉酒 就是凡是你可以想到就是 只要他是甜的 然後他就是有生產過剩的問題 然後就常都鳥過 對然後但是後來就是因為購賣局 他越來越走向公司化 所以他在這個部分考慮就是以市場的取向 去進行考慮就不再 不再負擔這樣的一個政策上的 政策上的一個責任 對就是原本他有這個政策上的責任 然後但是他在近幾年來 就是其實已經二三二十幾年 其實就已經沒有在負擔這個政策責任了 那這個是還蠻可惜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我們在 在產銷體制裡面可以有這樣的一個 加工業的輔助的話 會增加很多農油的困擾這樣 就是提供大家一個思考的 政策上面思考的一個想像 感謝各位同學 支持農民 實際上農民是土地的守護神 我們要撐得下去 實際上有時候真的農民來講 一萬一年只搜索一次 真的如果是以後你們就好 你們同學有時候對這種東西訊息好 盡量去支持一些農民 怎麼 支持農民很簡單 我覺得很簡單 有時候有能力有錢出錢嘛 有力輸你 有時候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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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 那想好就多發一些訊息 做支持一些農民 那因為我們台灣的一個農業的一個政策 做外銷是絕對是正確的方向 不過台灣農業來講做外銷 事實上是還困難的一件事情 不容易 因為台灣是小農 有時候 尤其我們一個理解 在外銷是百人的 絕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只是台灣一個小農 要收集一個正確 譬如說我們收集一個水果來講 一看一整香而已 就有一點很小 還有台灣 大家也要支持台灣 因為台灣出去來講 大家不只認台灣 重點 因為我們台灣來講 大家要說 我是台灣人出去來講 你說大陸那邊來講 因為有時候我們出去 因為台灣出去來講 你要跟國外邦交 沒有邦交 人不輸出你的東西 有時候對自己的東西 國下的那些東西也是很重要 最主要是講到一些觀念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做外銷 或者去看那些東西來講 事實上 因為台灣一個問題 滿重要的 請問一下 有 有 事實上 我們剛才提到 我們今天吃的意思 是 我們台灣是隸屬北半球 北半球第一顆 這個叫溫帶乳 是在台灣 台灣第一顆的溫帶乳 是在東四 東四這邊生產的 所以條件到你新加坡 大陸 或是哪一邊去 日本去 絕對是百分之的 優勢 非常非常好 因為別的國家 大陸你的廉價東西 它也是 你也沒有 這段時間 從差不多我們那個 東五節 東五節那段時間 就是母親節 一直到七月份左右 這段時間 所有的溫帶乳 韓國大陸 日本 那溫帶乳都沒有 他們中秋節前 差不多七月份 七月中秋以後 最早七月 所以這段時間 沒有人有溫帶乳 只有我們台灣有而已 只有我們台灣有而已 不過我們台灣有 能外銷的部分 就是新加坡 馬來西亞 或是香港 這幾個地方 日本人進得進去嗎 日本人絕對進不進去 因為他們法官 法得非常非常的嚴 他不進去 我沒有買他的東西 跟他談論 你說有做外銷嗎 有 做的談論講不多 因為台灣 小農 小農 要收集 譬如說 我們今天收集一個貨會 40什麼貨會 給他講 我要收 一個 一個品項 兩個品項來講的話 這麼容易嗎 不容易 因為小農要收集起來 不像一般的國外大面積 我今天早上 我一吃完早餐 我還會跟雲青 一直開開 那個中午的 他們一講到 你做幾公頃 好 一百多公頃 兩百公頃 而已 我們呢 我做了三分地 兩分地 你做二百多公頃 我做二百多公頃 做到兩甲地 現在很多很多的樣子 人家兩甲地 怎麼會講 人家 因為他們打規模 台灣就是一個小農 小農 要怎麼去 去轉台灣的一個 小農轉 最好是活的感覺來講 精緻化 所以精緻化再往一個休閒 台灣真的一個島來講 做休閒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東西 休閒 體驗 所以要做一個精緻 不是一般做 人家說 做休閒做光光果煙 來 柴果柴塔 拍拍屁股就走 那我剛才問你們說 下次會再來嗎 五年十年後 才會再來一次 這樣子 只能說看怎麼去營造 希望 下次還會想要產生 不錯 下次 我們還是會再變這樣子 這次活的目的 除了就是 讓大家真實的到產地來以外 其實我們也是很希望就是 延續我們上禮拜所說的 大家可以真的去跟 這一些很 真的很厲害的農民去做對話 然後或者是真的就是有機會 有一天我們真的可以來 就是不管是 參與他們的農間 作業 也許是一種打擾 對 但是其實 我們是非常感謝 他給我們這樣子的學習機會 那更重要的是說 我們是不是很有機會 在這個應對之後 我們還可以就是 延伸你們這樣子的體驗 無論就是你是關心台灣的農業 還是關心相關的議題 甚至是你實際才實際去做 其實像我們這次的計劃主持人 童聰老師 他是非常重視學生實作上的體驗 當你真實的參與了一件事情之後 你的收穫會比嘴巴上講得更多 就是從做總學